歡迎眾多位傳媒朋友出席今日記者會 或是講講今日記者會有五位官員發言 他們分別是運輸房屋局局長陳凡先生 路政處江大榮先生 運輸處麥瑞珍女士 警方的謝震宗先生 及保險業監管局的龍瑞剛先生 在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就會展開提問的環節 請各位傳媒朋友在提問的時候 就講出你的姓名 及你所屬的傳媒機構 Welcome all to the Press Breathing A total of five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speak at the breathing They are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Mr Frank Chang Mr Raymond Kong of Highways Department Mr Mucena Lee of Transport Department Mr Paul Jay of the Police And Mr Simon Lam of the Insurance Authority After that we will have the Q&A section Please tell us your name and the media organization that you represent before you ask your questions OK 那我們現在正式開始這個旗邪會 請局長先發言 Mr Chang please 好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聽到 OK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市民五安 我非常高興向大家宣佈 港珠澳大橋 定於10月23日上午9時 在珠海口岸旅檢大樓 舉行開通儀式 隨後在10月24日上午9時 正式通車營運運 港珠澳大橋 是粵港澳三地合作共建的大型交通建設 是國家高度重視的基礎建設 經過工程團隊多年來的不斷努力 再加上9月底的聯合試運行 取得預期的成績 確認三地政府已經為港珠澳大橋開通 是作好準備的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坐落在大嶼山 在地理位置上 連同比倫的香港國際機場 將會成為粵港澳三地的交匯點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 航運物流樞紐的地位 大橋落成之後 不但成為粵港之間的新陸路口岸 亦都是首條連接港澳陸路交通的幹道 促進香港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 進一步經濟發展和聯繫 車輛取到大橋 可以縮減往來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行車時間 將珠三角西部 納入香港三小時車程可達的範圍 減省陸路客運和貨運的成本和時間 舉例來說 現時往來珠海和香港國際機場的時間 大約是四小時 將來取到港澳大橋只需四十五分鐘 現時往來珠海與葵青貨櫃碼頭的行車時間 是約為三點五小時 將來取到大橋是只需要七十五分鐘 大橋將可以加速與港澳大灣區內城市的經濟發展和聯繫 方便市民往來 對香港以至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具有策略意義 相對於珠三角的其他地區 香港和珠三角西部的交通 現時主要是依靠水路交通 並無直接六路通道是連接香港和珠三角西部 港澳大橋開通之後 將會為珠三角洲兩岸提供直接的六路聯繫 香港和內地許多的城市或者地區 在經濟活動上面是有密切的聯繫 因此加強香港和內地的交通連接 有助香港與內地各大城市之間的加強互動 促進這個優勢互補的 此外港澳大橋更可以將香港直接連接到廣東省西部 以至更港更遠的地方 港澳大橋可以加強與港澳三地的經濟、貿易、金融、物流、旅遊業等的合作 透過港澳大橋 香港可以積極參與與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港珠澳大橋跨境交通安排 是以便利通行和促進三地人流和貨流為目標 特區政府和粵澳兩地政府積極協作 安排多項的跨境交通工具行走大橋 以及簡化申領排證的要求 港珠澳大橋作為國家級的重要建設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長遠發展 大橋的功能長遠必定能夠得而發揮 正如很多基礎建設一樣 它的使用量會因應乘客的出行習慣和模式 而逐步增長 日漸建立客量和車流量 有見於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預期大橋會發揮促進諸三角西部 以至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 以及技術協作的重要作用 政府是會密切留意大橋的用量 並會聯同另外兩地政府 以及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研究適當的措施 令到港珠澳大橋的功用 可以得到最大的發揮 與此同時 我們也要顧及本地的交通負荷 特別是大嶼山的交通情況 屯門至赤核角連接路 南邊連接路的主線工程 即是通往市區方向的北大嶼山公路段 已經大致完成 預計該路段可以 港珠澳大橋同步開通 便利市民使用港珠澳大橋 以及舒緩大橋開通之後 機場倒上道路的交通壓力 而南邊連接通往東沖方向的 北大嶼山公路段 預計可以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 至於屯門至赤核角北邊連接路 則最快在2020年完成 由於前往香港口岸的車輛 仍然需要取到同樣前往 香港國際機場的北大嶼山公路 為了保持大橋香港口岸機場 及東沖附近一帶的交通運作暢順 政府採取了謹慎的交通制室預防措施 包括分階段向兩地排 跨境私家車配額申請人 發出封閉道路許可證 以及規定前往香港口岸及香港國際機場 進行大型工程的部分本地工程車 限於非繁忙時間使用機場 及大嶼山附近的連接道路等等 務求在大橋的啟用初段 是保持該區的交通暢順的 運輸署會密切監察大橋開通後的交通情況 以及考慮香港口岸及連接路的承受能力 適時調教交通安排 包括很多臨時措施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益 建設大橋的歷史任務 到今天已經過一段落 我們下一步是正是研究 怎樣可以善用香港口岸人工島 以及充分發揮大橋的策略性優勢 比論大嶼山 大橋香港口岸佔地甚港 我們應該地盡其用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 加強大嶼山作為香港通往世界 及連接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雙門戶功能 並邀請香港機場管理局 就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 提交發展方案建議 政府以往已經就這個上蓋發展 進行了公眾諮詢 獲得初步的構思和方向 我們下一步會議建設機場城市為目標 有序發展人工島上蓋的機場 和航空運輸相關的產業 與機場的業務和發展 是發揮一個協同的效應 等到機場管理局完成這個研究 提交報告之後 我們會詳細研究有關的建議 剛才以上的規劃 都是明日大如願景的關鍵部分 多謝各位 跟著因為我們今天有外國的傳媒在這裡 都容許我將我剛才講的說話 用英文做一個絕要的報道 好 好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Hong Kong Zhuhai-Markau Bridge will commence operation on the 24th of October at 9 a.m. The opening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e day earlier on the 23rd of October at 9 a.m. at the passenger clearance building of the Zhuhai port The bridge is not just a mega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jointly built by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With the unfailing efforts of the engineering teams and as demonstrated by the outcome of the joint trial last month The bridge is now ready for commissioning The Hong Kong port of the bridge situates in Lantau and next to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t will serve as the focal point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Thereby further consolidate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 regional aviation and logistic hub The bridge, apart from being a new land-based boundary clos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It is also the first land transport lan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u With the bridge, the travelling tim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Wester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ll be shortened significantly Thereby bring the Wester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thin 3 hours drive from Hong Kong For instance, the travelling time between Zhuhai and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about 4 hours at Pleasant It will be shortened to roughly about 45 minutes Similarly, the travelling time between Zhuhai and Quai Chong container terminal will be shortened from 3.5 hours to only 75 minutes It is envisaged that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in terms of trade, finance, logistics and tourism will be strengthened Hong Kong will assume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Similar to many other infrastructur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bridge will increase gradually Given more time and experience In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bridge will be instrumental in enhancing the flow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The government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bridge And actively explore measures in conjunction with our counterparts With a view to optimizing the utilization and benefits of the bridge The mission to construct the bridge has been accomplished Our next mission i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at the artificial island And to capitalize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the bridge The policy address 2018 has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Lantau as a double gateway Connecting Hong Kong to the world and other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e have invited the Hong Kong Airport Authority to study and submit a proposal For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at the Hong Kong Boundary Closing Facility Island The government has previously conducted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And has received preliminary ideas and direction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n aerotropolis as our next step We will progressively take forward the topsid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airport and aviation related businesses So as to create synergy with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ll these are part and partial of the Lantau Tomorrow Vision Thank you Thank you Mr. Chen 那我们下一个是 Mr. Raymond 光大榮先生 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今天想用几张的投影片 介绍港珠澳大橋的整体布局 工程和有关的设施 I will present in Cantonese but briefly recap in English 在这张投影片大家會看到 就是在港珠澳大橋 就是途中紅色線的部分 它的轻建和完成 是能够令香港和廣州澳西部的距离 是大大縮小 亦都将两边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各方面的联系 是能够更加大大的促进的 The slide shows the red line shows the alignment of the Hong Kong Chu Hai and Macau Bridge H ZMB As shown in the drawing The new bridge will greatly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us greatly enhancing all sort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l the cities o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PRD 這張我們是看到 廣珠澳大橋整體的佈局 廣珠澳大橋是首一個大型的 由廣東、澳門和香港 三地共同興建的大型交通基建項目 大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長30公里的主橋 其中包括22.9公里的天橋 和6.7公里的隧道 另外一部分就是由三地各自興建的口岸 和連接路 包括澳門和珠海的口岸 另外還有珠海13公里的連接路 在香港方面有兩部分 主要是12公里長的香港連接路 和占地130公里的香港口岸 在這裏我會顯示 整體的整體的整體 主要是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橋的道路 是30公里的 有約22.9公里的火山道 和6.7公里的沿路 另一部分是沿路 和自由政府的沿路 其中一個活動 和沿路的沿路 和香港的沿路 包括香港的沿路 和沿路的沿路 香港口岸连接至北大鱼山公路的两条支路来回市区的方向 As announced by the Secretary just now We expect the main line of the 2 Moon Track Lab called Link Solven Connection will be opened at the same time A to the XMB in the Hong Kong port 而这条路是会大大减低 现在在东冲和机场岛道路的压力 The opening of this main line will greatly alleviate the traffic impact of the road network on the airport island and also in Tongchong 图中我们看到整个香港口岸的全景图 香港口岸人工岛占地150公斤 其中130公斤就是香港口岸 另外20公斤就是屯门赤立角连接路 正如我所说的 在香港口岸是有几个道路的连接 出去不同的地方 包括有香港连接路是连接去珠海和澳门 另外本地方面我们也有从大鱼山来的南面连接路 另外将来有北面的连接路连接去屯门 另外也有赤立角路是连接去到机场岛的 This shows the main road connections from Hong Kong port 亦是连接去珠海和麦尔 而亦是连接地匯门赤立角路 香港口岸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在西面主要是给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 用的过境设施 包括有旅检大楼 以及在南面和北面的公共运输交汇处 而在岛的东面主要是给车辆用的过境设施 包括有车辆通关广场 亦都有一系列的辅助建策物 是供各个用家的政府部门使用的 Just now the slide shows the overall facilities of the Hong Kong port Basically the port can be defined in two parts On the western part is the passenger building and the north and south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which is basically to serve all passengers using public transport to use the port to go in arrive and depart from Hong Kong On the eastern part will be the boundary crossing facilities for the vehicles including private vehicles and goods vehicles going in and out of Hong Kong 接著我想介紹有關汽車行車的路線 正如我剛才所說 車輛可以由大嶼山經斷門赤立角的南面連接路 或者經機場方面進入車輛通關廣場 然後經在人工島上的道路 前往澳門和珠海 這就是私家車的路線 而貨車的路線也是差不多 是經車輛通關廣場 然後出境前往澳門和珠海 大家可以留意 香港是行駛左上右下的 而內地是行駛右上左下的 我們大約在人工島 在旅檢大樓北面的天橋 汽車就會轉換方向 出境時由香港的左上走落 轉換成為內地的右上左下 而同樣穿梭巴士和跨境巴士 亦都會在人工島的北面 這個旅檢大樓北面的公共運輸交匯署 是經相同的道路前往澳門和珠海 現在的鏡頭是顯示 各種車輛通關廣場 從香港到珠海和珠海 其實入境方面也差不多是用反轉的方向 私家車在珠海和澳門 經香港連接路 就會經車輛通關廣場 然後可以前往大嶼山或者機場道 貨車也都是用差不多相同的路線 進入香港 而穿梭巴士和過境巴士 就會在旅檢大樓的北面 可以放下旅客 然後讓旅客可以進入香港境 然後讓旅客可以進入香港境 這顯示是反轉的方向 當車輛從珠海和 Macau到香港 這些是行動路線 在我們車輛通關廣場方面 我們總共有52個檢查艇 其中包括30個私家車 即15個入境、15個出境 貨車有10個 5個出境、5個入境 另外也有12個檢查艇 是給穿梭和過境巴士用的 而在每一個檢查艇 我們將會提供一站式的檢查服務 包括衛生的檢疫、入境的檢查 和貨物的過關 我們相信這個一站式的過關檢查 將會為司機和乘客 帶來方便和節省時間 這是fu返鏈存放的樣子 在香港港ionsорот 接著在日的工程 dod雛 我們會有52次 三щは加班 尤其傍的日雅 對的辛苦 也會有11個 希望收拔出來 駕像 在每 gł之中千 有一個一步的一步的途循環境 在衛生和民族的行動 使用一步的途循環境 便會帶回遊客和遊客 對他們途循環境 這是旅檢大樓的外貌 我想特別介紹一下旅檢大樓 旅檢大樓是香港口岸最有地標性的建築物 佔地超過9萬平方公米 它的天幕是用一個波浪形的設計 去與口岸周圍的海洋互相配襯 而興建這個天幕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 因為我們的旅檢大樓是在香港國際機場的附近 所以建築期間有嚴格的高度限制 所以承建商是用了一個暫身的方法 是將整個天幕用45塊大型和36塊比較小型的預製組件 整塊裝嵌好之後才運下來香港 然後用一個提升的方法 然後橫向將它擺放到它適當的位置 用這個方法來興建 不僅會增加建築的速度 亦都是令建築的質素有更多的保證 亦都是會大大減少在高空工作的風險 我會增加建築的是穹蓉的算衛 這間繳的部分是在旁邊之下的兵險 是一個球棺子的色彩 它是這個兵器的高度 在香港港港港港的 urally a very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the construction team. The contractor has adopted a very innovative idea by using large precast units 45 large pieces and 36 smaller pieces. All these large pieces of panels are precast and then transported to Hong Kong and under strange restrictions of the airport height restriction, all these panels are jacked up and horizontally moved to the 這類型的建築不僅增加建築運動 但也增加質素 也增加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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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示出出境大堂的情況 就是現在我們坐這個位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柱椅是用樹幹形的形狀 做這個柱椅 這樣的設計 我相信可以大大增加 整個大堂的空間 這幅是另一張入境大堂的 現時的情況 這幅是另一張入境大堂的 現時的情況 這張照片也是介紹在 旅景大樓的南北兩邊 上面的一張照片 就是在一樓 在旅檢大樓的南邊 在出境旅客 下車的地方 而下面的一張照片 就是在旅檢大樓一樓 外面北邊的公共交匯設 旅客可以乘搭 穿梭巴士和過境巴士的地方 在旅客的地方 在旅客大樓 我們也會提供一系列的設施 這些設施 包括有餐廳 便利店 小食店 也有提款機 也有暴雨室 另外機管局也設立了 一個機場餘辦登機的櫃位 也有香港旅遊發展局 也有它的資深櫃位 這顯示的設施 包括餐廳、便宜店、食店、食店、 也有機場餐廳、 也有機場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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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想介紹一下 香港連接路 香港連接路 是將我們香港口岸 連接到主橋的 它全場是12公里 包括圖中可以見到的 在右下角 就是1.6公里的地面道路 在左邊的1公里的觀景山隧道 另外還有9.4公里 在陸上和海面興建的高架橋樑 在這裏我想特別提一提 就是觀景山隧道 雖然它的長度只是1公里 但由於它要在地底穿越過機場鐵路 以及進出機場的機場路 所以我們為了保持這些機建設施的正常運作 所以整個建築 短短1公里 我們總共要用四種方法來興建 所以工程的挑戰 這裏是非常之大的 此為一陸農林路 這裏是香港和海面港道路 全陸農林路 9公里的横敲路 就是12公里 它是12公里的 1.6公里的 1公里的 長門長 大封橋 4公里的 都能保持所有的工具設施 所以在一公里的建築 工具有四種建築方法 這對工具有很大挑戰 下一張高架橋的9.4公里 在陸路和海面興建的高架橋 而在遠景大家看到 我們香港連接路在粵港分界線中結 連接去到主橋的東仁宮島上面 這顯示了9.4公里的研究 基本上是在香港和廣東的階段 並並連接到主橋的主橋 有關工程的更多資訊 我們今天也會出台一個新的廣珠澳大橋的網頁 大家也在上面可以找到這麼多資訊 這是一個新的網頁 我們會推出現在的新的網頁 一個就是管理的交通安排 另一個就是跨境的交通安排 然後就是關於交通的管理和監察 我每一部分完結之後 都是會將一些主要的要點 用英文 recap一次的 香港口岸是設有公共運輸設施 大家都看過了 其實過去幾個月 運輸處和主要的營飯商 做了很多仔細的運作安排 做了市運行 也做了一些司機的訓練 當中我們拿了很多經驗 聽了一些意見之後 也將一些設施進一步完善 其實現在各個交通工具 已經準備就緒了 局長宣佈了 如果在24日會開通橋的時候 我們這些服務就會為市民 提供交通服務的了 講回本地的交通服務 其實市民就可以選擇 多種的公共交通工具 去到香港口岸的 包括了專型巴士 專線小巴 旅遊巴 然後的士 然後就轉成 剛才你們都坐過的穿梭巴士 又叫金巴 就可以去到 珠海口岸和澳門口岸的了 在專型巴士方面 我們會開設三條新的線路 如果鐵路沿線的乘客 他就可以利用東沖線的恩澳站 搭到班次頻密的車 去到口岸 另外也可以在東沖站 利用B6這條線 也去到口岸的 另外第三條新線就是B4 這條線是連接機場 和口岸的 方便機場的旅客 而這條線 也都逃經 亞洲國際博覽館 方便去博覽館的人士 另外除了三條巴士新線 也都有一條專線小巴線 這條叫901號 就會由東沖北開來這條口岸 這條線是會逃經航線區 和亞洲國際博覽館的 除了這些接駁服務之外 市民都可以利用九條 現在在機場巴士的A線 直接來到這個香港口岸 其中八條就是城巴和龍運 分別往返機場 去北角 紅磡 南田 將軍澳 荃灣 屯門 元朗 和沙田 這八條線都是客輪比較高 班次比較頻密 這八條線都會先去機場 先落客線 再來到口岸 再落客 然後回到機場 做總站 還有很多A線和E線 住在這些線附近的居民 只要他們來口岸時 他們可以在機場2號客運大樓 或者在清馬的收費廣場 都可以有轉乘計劃來到這裏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南大嶼山 A35由煤窩開出的線 以前的總站會在機場 大橋開通之後 總站就會簽來口岸 這個就是巴士 這個口岸比較特別 是第一次可以有本地的旅遊巴士 可以來到的 一些遊覽服務 即是旅行團 或者一些團體租用的旅遊巴 或者是酒店的服務 都可以直接在口岸 利用口岸放下的人 再搭穿梭巴士 當然市民在全香港 都可以利用三隻 顏色的的士 市區 新界 和大嶼山的士 來到這個口岸去過境 為了配合口岸的24小時運作 其實有兩條正我講過的 新的接駁巴士線 和一條專線小巴 都是24小時運作 這些線可以方便市民 可以連接到機場 或者是東沖市中心 今天都有很多N線的巴士 通宵巴士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另外 今天也都是已經有13條 那些我們叫NA線 即是通宵的機場巴士線 這些線 將會在口岸變成總站 經機場 再出市區和新界 我們鼓勵市民 盡量用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如果你要駕車的話 這個口岸都有泊車的設施 香港口岸有五個公眾停車場 一共1、2、3號停車場 一共提供673個私家車的停車位 以及25個電單車的泊位 4號停車場 就有14個輕型貨車的泊車位 另外5號停車場 就有21個的士的泊車位 口岸這個公眾停車場 是設有網上的車位預訂服務的 我們鼓勵駕駛人士 最好預訂了才好 駕駛車進來這個口岸 市民可以在24小時之前 或者7日之前都可以預訂 而預訂最少是2小時 最多是不超過3天 預訂了給了錢 就很安心泊車可以過關了 我們運輸處的香港出行2的網頁 以及手機應用程式 其實都會提供這個停車場的 實時泊車情況 看看還有沒有位置 才好駕駛車過來 值得一提的 這個就是收費 值得一提的就是有非預約位 非預約位 我們特意為了車位的流轉好一點 我們會用一個遞進式的收費 所以會貴很多 超三個小時之後貴1.5倍 所以會預約好一點 所以會預約好一點 和1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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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去通常用途的公司和公司的公司 在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人们可以用了9公司的公司 到香港公司的公司 8公司的公司 由公司公司公司 在香港公司的公司 有另一个公司公司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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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 dadurch要趋走这个程序的道理 我们这些特别的客户 在这里也要用 这是控制造的 总的这些车序的东西 坐热及 客户开服务的 其他车序的商量 或许多职贷な线 proprietários 我们的用户公司 还是用公司 从这 집店里来到这些车序的 由于逦来商量是 全各 各的安排公司 採取相机的 坏的怎样 我们鼓励沙者 GT車母书5 Dr.��요 получилось p would like to drive We provide parking spaces in this Hong Kong port There are 673 private car parking spaces Pplan pelo motorcy About half of most parking spaces creserved penn generalized On a prebooking basis website and mobile app will provide real-time parking vacancy information about this car park and people can check in this website 24小時運作 繁忙時間班次去到5分鐘一班 非繁忙時間是10至15分鐘一班 新銷的時候 都會有15至30分鐘一班車 方便市民 剛才我們都看過的 在這個辦完出境手續之後 櫃桌和自助售票機都可以買到飛上車 市民都可以在網上預先買了飛 穿梭巴士的票價三地政府已經批准了 兩條線一樣 日間是港幣65元 夜間是港幣70元 營辦商都會提供半價優惠給小童 雙見人士和長者 旅客除了利用金巴之外 其實都可以利用跨境巴士或者跨境的出租車 直接去內地 跨境巴士就是提供一些定點 定線定班的交通服務 我相信最近都有很多不同的營辦商 都就着需要 都有計劃開一些新線 這些線 我們知道 在香港的主要區域 譬如如銅鑼灣 尖沙咀 旺角 太子泉灣 這些 都有開出的 都去到 尤其是 廣東的西部 的城市 譬如中山 珠海 江門 這些城市 是點到點 直接跨境的服務 另外 澳門亦都有 包括在 哄仔區的酒店 如果旅客想利用一些 個人化點到點服務 其實跨境出租車 都是另外一個選擇 除了這些客運的車之外 其實跨境車輛 包括私家車 和貨車 這些車都受 粵港政府 和港粵兩地政府 一起 管理的配額制度規管 這個表 其實看到 就是那些 配額的數量 這些 我們稍後都會 給你們資料 值得一提 這個 比較沾身 澳門口岸的邊檢大樓停車場 其實有一個 提供 大約 三千個 車位的停車場 是 比香港的私家車 可以去到的 所以 推行一個 叫做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 即是說你和我的私家車 都可以經過大橋 泊在這裏 再轉車入澳門的市中心 可能都有些興趣 很快地提提一些細節 一定要是香港私家車的登記車主 可以登記兩名司機 其中一位就要是私家車的車主 不需要有澳門的車牌 車的牌 但是澳門政府會出一個識別的標籤 亦都不用擔心 當你來運輸署申請這個 封閉道路許可證的時候 我們一併會幫你辦 就會做了那個標籤給你的 好了 你做好這些手續之後 做三件事你才好駕駛車 經過橋去這裏泊車 第一件事就要在澳門政府的平台那裏 預訂了一個位 那這些位是怎樣預訂的呢 一個個時段的 最少一個時段就是12小時 最多可以有66個時段 即是說最多可以拍8天 另外就是要買三地有效的保險 有同時會再介紹 另外就是要在珠海的網上平台 做一個小小的登記 確認就可以了 那據我們現在的資料 澳門當局的收費方面 是每一個時段 收澳門幣的180元 那好了 到貨車了 其實現在大概有 萬二架的跨境 香港的跨境貨車 那這十萬二架貨車 除了可以用回現在的口岸之外 他們第一天通車那天 他們要行這個口岸 已經可以行的了 這萬二架車 那至於港澳 剛才那一刻是粵港的 那港澳方面呢 其實兩個政府還在談這些細節 那我們會視乎澳門口岸物流設施的啟用時間 再將這個服務投入 那我們會繼續談 包括就是會不會給 少量的貨車進入澳門的市區 這裏都是一個 談的點 那所有跨境車輛都有用到主橋 因此就要繞費的 那我們其實這個 這個表就表達到 就是單程的收費的 那這裏值得一提的就是 始終主橋在內地水域 收費站都是在內地範圍 所以給錢的方式是要人民幣的 那除了現金之外 他們都有些非現金的繞費方法 所以如果你沒有人民幣起身 都可以用 WeChat Pay 或者一些銀行卡 那在這裏 首先我會、加密信訊的 關於鎖密售主橋 搭配兩條y走的 批üf Storm 這需要 method 是行車輛回縱 去 verste 世界杯 而它控制它的 旅行總結 HK$1.25 during daytime and HK$1.70 during nighttime. Halffare concessions are offered to children, disabled and elderly passengers. Apart from shuttle buses, passengers can also choose cross-boundary coach services which provide direct point-to-point service from Hong Kong destination to destinations in mainland and also in Macau. Those who would like personalised services may also take cross-boundary hire car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because of the provision of about 3,000 private car parking spaces at the Macau Port, there is a Hong Kong Chuhai Macau Bridge to Macau Port Park and Ride Scheme. Hong Kong private car owners can apply to drive their private cars to the car parks through the bridge. No vehicle licence by the Macau authorities are required, but there will be an identification label which when you apply for a closed road permit from Transport Department, we will handle the same application. With the label, you have to do three things before you drive there. First, to book a time slot from the online platform. Then,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valid insurances of Macau and mainland also, apart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update the mainland vehicle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 the mainland's online platform. For goods vehicles, for some 12,000 Hong Kong goods vehicles, they now can use the Macau Bridge on day one without any application. And for goods vehicl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two authorities are still discussing about the details. We expect that these services will be available when the loading facilities at the Macau Port is available. . Alright, that's finally. It's about交通管理. This is a matter of the public. Just once again, the public. All right, let's say that the public. Let's take a break between the public. What about交通管理قي? Well, for the public. 應對開橋後一定會有車流增加 於是我們會做一些預防性措施 其實局長剛才說了 例如有罪發出禁區證給跨警車 或者工程車只是非繁忙時間才可以通過 這些我們會繼續做 我們會與警方積極採取交通管理措施 盡量指揮交通 我們也會看著交通情況 看看有沒有需要做一些臨時措施 除了這些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我們有很多可變訊息的顯示屏 我們特意加了四個流動式 在照片上看到 變成在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提供多些資訊給駕車的人士 另外就是運輸處 現在已經是工程進行中 就會在北大如山幹線 加裝45個交通探測器 這些交通探測器 是可以自動偵察到交通事故 亦都可以掌握到實際的交通情況 可以加強我們的管理 事情快些 和盡快將消息發放給公眾 最後就是部門和口岸的承辦商 其實處理事故的能力 或者溝通 我們都盡量做一些演練 其實我們在過去幾個月 無論是人工島 或者是北大如山幹線 我們都模擬了一些事故發生 實際 當有撞車的情況 怎麼樣呢 就是去測試盡量 溝通得好些 將那個影響減到最低的 我們先開始 我現在要再加上了 我簡單的關鍵 用語言 我們知道有關鍵 我們有關鍵的問題 對到發生產品 我們會有關鍵的問題 和控制 我們會有關鍵 或設定會有更多的 配方的感染品 我們會有更多的 配合 配合 我們會有更多的 一連結 我們會有更多的 化碳 建立的 化碳 超級 電視 會有更多的 更多的 所資質的 with preventive monitoring and afective dissemination. We will also map for转al转车 for quick recovery. We will als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hrough TD's mobile app. As the Secretary has mentioned, we also take measures to manage част路 during this time, and we will closely review the situ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departments and also contractors. We also have taken drills in order to test th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recovery actions. And I think this ends my presentation. 我的簡報到現在為止. 值得一提就是剛才提過的了. 其實我剛才說的交通安排的詳細資料 都在專屬網頁會看到的. 另外關於今天的詳細資料 稍後會給你們一個 handout. 多謝. 謝謝麥犀娜. 我們下一位請警方的同事謝先生. Mr.Jet please. 以下下來我會簡介一下警方 為了配合港珠澳大橋開通的一些準備工作.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香港連接路 坐落在大嶼山警區的範圍. 大嶼山警區在今年年中 已經成立了一支112人 24小時駐守的專責隊伍. 負責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和香港連接路的治安管理. 隊伍的工作包括維持邊境口岸的治安. 執行反罪惡巡邏. 以及處理市民和旅客的一些報案的求助. 身處在旅檢大樓的市民和旅客 如果需要尋求警方的協助 亦都可以直接前往在旅檢大樓裡面的警察報案中心. 當值的警務人員會提供所需要的協助. 交通管制方面, 新界南總區的交通部會調派人員在香港連接路路段 執行交通管制的工作. 假如在大橋上面發生任何緊急的交通事故. 新界指揮及控制中心. 會聯同運輸處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組成港方這方面的聯絡中心. 和珠海澳門相關的單位進行即時專線的聯絡. 及早通報以便採取迅速的跟進工作. 最後我想講講關於反恐惡的情況. 目前本港受恐襲的威脅程度仍然在中度的水平. 亦都沒有情報顯示香港或者港珠澳大橋會受到任何公布襲擊. 但是港珠澳大橋是屬於國家級的重要基礎設施. 亦是一個陸路的邊境口岸. 基於保安的考慮, 警方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和整條12公里的香港連接路已經準備好一系列. 和本港其他邊境本際站相約的保安措施. 這保安措施包括設立24小時運作的警察基地. 和一個事故控制塔. 裝設保安圍欄警報系統. 以及在交通管制及監測系統裏面. 加設警方專用的錄影功能. 作保安監測應用途. 大嶼山警區. 新界南總區人員. 以及反恐特勤隊. 亦都會在大橋和香港口岸. 作高姿態的巡邏. 以保護大橋的安全. 在3月到現在警方已經進行和參與超過40個演練. 大橋啟用之後我們亦都會定期進行演習. 以維持迅速有效的應變能力. 未來警方也會密切留意剛才所說的一些有關的情況. 確保相關的警務工作亦都順利地進行. INA連48頓ça之11 I will now briefly introduce some of this preparation work for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Hong Kong Chuhai-Miacão Bridge in English. The Hong Kong Port and Hong Kong-link Row are situated at Lentau police district. The London district has set up a task force with 112 officers to maintain law and order around the table at the Hong Kong Port and Hong Kong-link Row. Dût spong這部分 The task force include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at the boundary control point, conducting anti-crime patrol, and handling reports made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travellers.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travellers in the passenger clearance building can also seek police assistance at the police reporting centre inside this building. For traffic control, the traffic officers of the New Territory South regions will be deployed to execute traffic control measures at the Hong Kong Link Road. In case of urgent traffic emergencies, the New Territory's regional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re of the police and the emergency transport coordination centre under transport department are the contact points of Hong Kong. We will liaise and notify the relevant Zhuhai and Macau counterparts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ake a lot of actions properly. Lastly, about the counter-terrorist situation. The overall terrorist situation front level of Hong Kong remains moderate. There is no specific intelligence suggesting that Hong Kong or the bridge will be under attack. However,noting that the bridge is a national level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one of the land boundary crossing. Police have adopted a series of security measures at the Hong Kong port and along the 12km long Hong Kong Lake Road. The security measures are similar with those and other boundary control points being taken. The measures include establishing around the club operating police base and incident control towers, setting up security fences and installing alarm systems, 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recalling functions at the traffic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systems for security purposes. Police officers from Lentau district and from New Territory South headquarters as well as counter-terrorism response unit will also conduct high-profile patrol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ridge. Since March this year,police have conducted and participated in over 40 exercises relating to the beach. Up on the commissioning,various drills will also be conducted continuously to maintain effective response capabilities. Polic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bridge to ensure a smooth execution of our police work. 好的,polic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我們最後是保險業監管局的同事,林先生. Mr.Lang,please. 好,麻煩。 以下我會為大家介紹, 港珠澳大橋法定汽車保險的一些重點. 港珠澳大橋橫跨香港內地及澳門三地的水域, 基於現在香港內地及澳門三地對法定汽車保險的要求不同, 和保險監管制度都不一樣, 所以香港的車主及司機在用過大橋之前, 是需要分別購買兩地或三地的汽車保險的, 前往內地只需要購買香港及內地的法定汽車保險。 如果前往澳門,由於連接香港及澳門的大橋段, 是橫跨內地的水域,所以也需要同時購備香港、澳門及內地的法定汽車保險。 香港車主可以透過香港的保險機構, 一站式安排購買內地及澳門的法定汽車保險。 香港保險機構其實在今年四月下旬已經開始提供相關的保險產品, 這是為了配合當局宣布使用大橋的車輛配額安排。 據我們了解,直到今天為止, 香港的保險機構通過一站式安排, 已經提供了超過一千二百個保險的報價。 亦都已經銷售了420張相關內地及澳門法定汽車保險的保單。 一直下來的流程都非常之暢順。 如果使用大橋是來往香港及內地的駕駛人士, 他的投保及登記程序, 其實跟現在其他過境車輛, 即是好像中廣排的車輛的程序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程序其實已經實行了很久了, 一直的運作都是非常之良好的。 如果至於使用大橋來往香港及澳門的, 駕駛人士只需要在出發前, 在港珠澳大橋跨境通行交通管理信息平台, 我們簡稱就是內地的信息平台, 報備車輛及內地保單資料。 而且在出發前, 最重要是隨身攜帶他澳門保險公司出給他保險卡, 就已經完成了相關的手續, 就可以出發。 由於不同的保險公司銷售及發出保單的時間不同, 我們了解到是由兩個工作天至到七個天不等, 七天。 所以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希望駕駛人士在出發前, 如如留足夠的時間, 我們可以購備有關的法定保險產品。 最後就是香港保險業聯會, 其實已經設有一個專業的, 提供港珠澳大橋保險安排有關的資料。 保險業監管局也透過我們的網站和宣傳單章, 介紹車主和司機投保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我會用英文講解說, 我只要講解你了解 jack席了 甚麼坦白年卻… 我已經會調達到述和陰和路線。 我會據你一些訊息案, 我會提供一下的證據。 而研究研究所的方法。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網站是沿映的, 一般負荷也是海溝通的。 Vladimir, 自然二島水銷, 通行駕鑼肉, 有波動的經驗, 都流行在一持共ut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car owners from Hong Kong takeược了 statutory motor insurance covering either two or three jurisdictions before using the bridge they cannot procure mainland and Maca Peng statutory motor insurance by czyli a one stop service provided by HK Insurance Organization Hong Kong Insurance Organization has been providing this one stop service since April this year to tie in with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on quota arrangement for cars using the bridge. We understand that up to now over 1,200 insurance quotations have already been issued and 420 statutory motor insurance policies for Macau and China have already been sold and the operation has been smooth. Car drivers entering into the mainland, they can follow the existing practice to submit the proof of mainland statutory motor insurance to a designated vehicle inspection in Hong Kong. The system has been operated in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and is very very smooth. The arrangement for car drivers travelling to Macau is even simpler. They just need to fill in the mainland motor insurance information directly onto a designated online platform of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his will then fulfill the necessary record filling requirement. For Macau, Hong Kong car drivers visiting Macau are required to bring along their third-party liability card or a provisional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issued by the Macau insurance companies during their journey and that is what they need to do. As the time needed for issuing insurance policy may vary among insurance companies from two to seven working days,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mind drivers to allow sufficient time for procuring the necessary statutory insurance product. Finall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has set up a dedicated webpag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buying insurance for using the bridge. The Insurance Authority has also put up FAQs and on its website to advise car owners on the key points to know. And this concludes my presenta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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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chnologies Yes, America and K A 那個水平 是不是可以達到8%的服務水平呢 第二就是想問回 其實現在這個叫做鋁檢大樓 其實見到只有好像OK 和華宇杰兩間的店鋪在這裡 其餘大部分的店鋪都是空的 其實是沒有人租 租不出 還是會再有其他店鋪 在未來進來這裡 擔不擔心會影響到旅客 影響到旅客的體驗 另外就是想問 之前這個 沒問題 再問問流水問題 其實這裡的流水問題 是不是已經處理了 多謝這位傳媒朋友的提問 流水方面基本上 大家今天都看到 雖然沒有下雨 但是我們經過山竹的考驗 證明這個是鋁檢大樓整體結構 以至防風防雨的表現都是非常良好的 至於這位朋友剛才所講的 在我們鋁檢大樓裡面 是有一些是餐飲啊 零售啊 甚至是一些我們機場管理局啊 以至迪士尼都有一個是 的門戶在這裡 方便呢 旅客和香港市民去使用 也都有一些是提款機啊 還有售票機的 因為我們一個設施的開通 是很多時候都要盡量投標 邀請一些承判商來參與 變成不同的承判商在進行的時候都有不同的 我們希望在開通之後呢 會陸續呢 將有關的服務加強 至於跨境交通方面呢 我們之前 無論是跨境巴士啊 穿梭巴士啊 甚至出租車方面呢 都和業界有很良好的溝通 不過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 廣州澳大橋開通那個時段呢 都前後有一個時間上的轉移 那中途裡面呢 也都有一些是 已經聘用了司機呢 他也都是轉了職的 但是我們和業界是 溝通非常緊密 那或者 至於你說 當天開始的時候 究竟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請運輸署副署長呢 做一個補充呢 是 是 正如局長這樣說 其實有兩種的 即是專營班戶士 和專線小巴呢 其實他們所有的 譬如運作啊 司機的培訓那些 是完全完成的 所以是可以百分百提供服務的 那至於跨境那些旅遊巴呢 他們始終是比較有彈性 他們會隨著市場 需要去定它的服務的 那沒錯 有幾十個營辦商 可能個別有些營辦商 需要多些時間 去啟動 賣票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的營辦商 譬如我想 前一兩天都有 大些的營辦商 都應該準備就水 那我相信 需要少少時間 幾天 一個禮拜 可能全部的營辦商 都會提供到服務的了 都是那一句 因為這些服務 都是較有彈性的 他們會視乎乘客的需求 好 我們下一條問題 蘋果日報 是 局長 局長你好 蘋果日報正在原 其實想問 因為局長今年初 回答立法會的一些提問的時候 就評估過 就是廣州大橋 中長期的車流量 就有一個調低的情況 其實想問當局 現在有沒有 估算過 通車初期的時候 人流車流 經濟效益 和回本期的數字 大概是多少 和有幾大信心 可以達到目標 另外一方面 都想問警方的謝Sir那邊 那邊 剛才謝Sir說了 大橋那個路段那裏 那裏 那個CCTV那裏 就會有一個錄影功能的 警方專用 那其實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一個概念是什麽 為什麽這個路段 有這個功能 還有在香港的其他口岸 其實是否都有類似的情況 還是 是廣州大橋獨有的 麻煩 多謝這位傳媒朋友的那個提問 就著廣州大橋開通之後 那個人流車流 我們以前去立法會的時候 的確有個估算的 不過開通在即 我們那個焦點 就著眼睛在 如何確保營運暢順 和為旅客提供一個 一個是良好的 出行那個體驗的 但是呢 是根據粵港澳三地聘請的顧問 做一個中長期那個 是估算的時候 我們預期去到2030年 當時的估算是 每日呢 是2萬9千架次的汽車 和是12萬6千的人流 那由於那個 是估算的年份 距離今天都上遠了 那中途也都可能 因為那個是經濟 甚至地區發展 以及其他 那個交通配套的影響呢 這個估算都可能有一個偏差的 但是無論如何呢 我們最新的估算就是 2030年大概有2萬9千的架次 大概是12萬的人次 那至於回報方面呢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的 所有公共的交通 以至是跨境的設施呢 它不是考慮一個回報的 只是考慮一個社會的經濟效益 還有呢 有關的設施呢 是對長遠的那個社會經濟 以及其他的發展呢 是帶來整體的利益那方面 至於是保安的問題 我想請我們 是經務處的同事 是回應的 多謝 謝謝 好 就著這個題目 講關於我們 在這個交通管制 及監測系統裡面 加入警方的錄影功能呢 我從兩個方面講解一下 我們覺得 去做這個工作的原因 第一就是 剛才提及過呢 其實 參考近年的一些恐怖襲擊的形勢 其實發覺呢 有四分之一的恐怖襲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涉及 或者針對一些基礎 建設或者地標的建築 我們認為呢 港珠澳大橋呢 是屬於一個國家級的重要基礎設施 雖然剛才我提及過 現時沒有任何的情報顯示 香港或者港珠澳大橋呢 是會有受到恐怖襲擊的機會 但是呢 政府呢 是對於這個方法 是不會有的輕心 那 除了剛才提及過 我們在香港口岸 和這個 香港連接路裏面 做了一系列的一些保安的安排 包括 剛才講過我們有一個 紅砌塔 也都有一些保安圍欄 還有我們會有 同事巡邏以外呢 其實我們認為呢 一些高解像度的錄影呢 對於反恐方面 是一個很有用的功能的 是比較有效和合成本 無論在防止和偵察方面呢 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原因就是因為呢 大家很明白這些CCTV 其實呢 在未發生事情之後呢 可以監控到露面的情況 有事發生呢 可以第一時間 調配人員去處理 那也都呢 其實呢 如果真的不幸發生之後呢 事後的跟進呢 也會有一個錄影的紀錄呢 可以協助警方的調查 那第二方面 為甚麼解釋我們會 在大橋那裏造一個這樣的裝置呢 就是 這也是這個橋的獨特性來的 就是 港珠澳大橋 香港的口岸呢 並不是 跟那個邊界線呢 直接連繫 那個口岸 即是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大樓呢 其實跟邊界線是有12公里的距離 那所以我們認為呢 很有必要呢 在 一個車或者人進入 經過邊界線之後 而未來到這裏清關之前這12公里 我們要更加有一個系統去監測到橋上面發生的任何事件 如果是橋上面發生 無論是恐怖襲擊或者其他大人的事故 我們都必須有責任地盡快去那個橋處理 那這個是我的答案 謝謝 我們下一條問題 我的右手邊藍色三個位藍士 第四號 謝謝 我是中央電視台的記者 想問一下陳帆局長 港州澳大橋通車之後 從近期和長遠來看 能給香港還有香港的居民帶來哪些好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江大榮處長 我們剛才聽您介紹這個履檢大樓 我想了解一下它的出入境大堂的 出入境的自動和人工的通道有多少 能夠滿足每天多少人次的通關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你的提問 這個港州澳大橋開通以後 我們要理解 在這個大湾區我們談的是這個營口 接近七千萬 這個生產總值高達一萬六千一美金 所以呢 這個大湾區在這個港州澳連通以後 還有連賞這個珠三角西部 整體這個協同效應呢 與這個車位發展啊 可以為這個地區啊 提供一個很好的機遇 比如說 內地是我們生產的一個基地 我們香港呢 在這個貿易跟這個物流啊 這個生產總值 加上我們香港百分之二十 這個 這個 咒嚴呢 也佔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呢 透過這個港州澳大橋 能夠讓內地這個這個產品 經過我們這個 貨運港 以及這個機場呢 基本上對整個區域這個貿易跟這個物流 帶來很大的這個正面的影響 而且 透過這個大橋我們對這個 運貨 客運這個時間的減少 成本的減低 對這個人流 物流跟這個基金流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想啊 這個橋 它的價值 不單純在於它的這個形態 跟這個功能 而在它未來對香港以及這個台灣區 以及這個珠三角西部 這個經濟發展 社會發展 以及人民這個 這個 這個文化這個交流呢 都有很正面的影響 好的 有關入診大樓的出入境的通道 大約就是每一層就是出境或是入境的方向 傳統的櫃圍大約有五十多國 我解釋 看看我們入境出的同時有沒有其他的補充 好謝謝 我可以 報告一下 我們在這個 呃 旅客大樓啊 我們在 呃 傳統櫃台 在入境方 入境進入香港 我們有三十六個的傳統櫃台 呃 出境還有二十六個 呃 傳統櫃台 是關於製作通道 我們在入境方 我們有十九條 這個製作通道 呃 離境的方面 我們有二十六條 好我們下一條問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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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呃 首先 呃 呃 預計是可以做到泊車轉乘呢 當局他們收到的千多宗申請又批了多少呢 其實現在這樣開通 現在先宣佈開通只有幾天時間 對於所有準備來講 是否一個很闖絕的決定呢 麻煩你 關於保險的問題 我剛才做了一個簡報 就是其實由四月下旬 香港的保險機構已經開始提供 提供相關的產品 直至今天為止 其實保險公司已經提供了超過1200個報價 也都出了400多張單 當然每個消費者可能拿了一個報價單 他有各方面的考慮 他先出張單或者還未出張單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說 現在已經有400多張單 是一個很好的顯示 就是說其實有部份的消費者或者車主 其實都打算是用條橋 當然他會在條橋開通之後 第一天第二天 還是第幾天會用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這位朋友所說的準備 在任何大型基礎建設 他的開通初期 都有一個所謂適應期的 不論是乘搭公共交通的人士 自行駕車的市民 以至是其他的貨運那方面 都需要有一個磨合的 我預期最初的時候 車樓、人樓都會比較少 這個都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但是一個這麼大型的 是國家級的跨境基礎建設 其實它著眼點在於一個長期 對整個區域 以致香港的經濟 社會發展為一個依歸的 我相信在我們整個政府團隊 和香港業界的共同努力之下 相信第一天 如果市民是乘坐出梭巴士 跨境巴士 甚至公共交通 來到旅監大樓 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主於說有朋友 他想第一天開通的時候 是自行駕車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說是10月24日 上午正式通車 我相信找回雙熟的保險公司 應該都可以處理得到 我剛才說了 需要的時間 由兩個工作天使到七個工作天不等 也都相信有很多車主 可能已經是拿了那個佈架 可能是看什麼時候是最適合的時間 於是就計劃他的旅程 謝謝 我們下一條問題 一條英文問題 我右手邊最後的位女士 白色衣服人 白色衣服人 Francisa from Martichia English News 兩位問題 首先是 在這部的汽水平 在這部的汽水平 是在這部的汽水平 所以在這部的汽水平 在這部的汽水平 因為這部的汽水平 是在這部的汽水平 是很快的 一開始,我們必須要去看 這是一個很巨大的工具 在最後的一段時間 我們在香港,中海和 Macau 我們有三天做了一段時間 在做了所有的行動 barriers and actions and it has proven to be effective and that's why we decided that bridge is ready for commissioning and I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colleagues from the highway department to give you an update in re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n our colleague from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o update you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ransport in view aware of the opening next week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work as the Secretary has just said all the works for the Hong Kong Port and the Hong Kong ring row has been basically competed to operate as demonstrated in the three days drill during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Hong Kong ring row and the Hong Kong port has been able to operate according to our expectations which means that the whol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Hong Kong-Chuha and Macau Bridge is already for operation. As usual with any mega-project, there is bound to be some outstanding work which will carry on even after substantial completion. This is normal for all big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nd these works will not affect the normal operation 您可能会在一个国内的香港工作标上 我想,我们也可以去通过 我们可以去转發一下 我们可以在两个地点 而在一个公司的公司改動的公司 是他才能做到几个公司的公司 也在整个公司上的公司 这是我们的公司 要有两个公司公司和公司的公司 应该成立系统一份公司 该公司通过一个公司的公司 有多年轻微上转的公司 它的公司选择 这些公司应该能扰到进入禁止的公司 需要更多時間去啟動 但昨天的一些大型企業 都已經推廣了他們的服務 我們相信當委員會開啟 全部都會出現 很快便會售賣 我們下一條問題 這邊的第四項 黑色三個位客 你好 明報 想問一問剛才提及過 預期開通初期的車流和人流都會少 政府有沒有想過一些方法 去提高使用量 例如之前提及過的粵港自駕油 或者一次性配額 或者有人建議的香港入境停車場 政府有沒有在想 另外想問 早兩天 中聯辦出了採訪通知那天 其實運防局到晚上 仍然說要去問相關部門去撒取資料 其實三地政府的溝通情況是怎樣 其實香港這邊是否等命令呢 其實那個溝通機制是有沒有問題呢 即將來香港出了很多公帑 其實香港這方面如何監察大橋的運作 以及做一些重要決定呢 麻煩你 多謝 多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首先 就著那個大橋的施用量呢 在政府以致是業界 尤其是旅遊業界都非常之是因此有期望的 所以我知道旅行業界呢 就已經是 旅行業界的 旅行業界呢 是準備搞很多的一天遊 或者是短期的旅行段 而且呢 沿著這個 廣州澳大橋去澳門 以至去這個 朱三角的西部呢 都有很多的城市呢 都是很充滿特色和文化的 我相信旅遊業界會是 有很多的工作或者生意去推廣的 那麼在政府來講 我們都希望入口呢 是透過這個叫做多色聯運 因為為什麼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香港國際機場呢 亦都是在計劃裏面呢 是建一個封閉式的隧道和鐵 那樣呢 旅客呢 可以在內地呢 直接呢 是進行這個 登機那個手續 然後呢 乘坐一個車輛呢 直達這個機場呢 就無需進行這個 在香港入境那個轉機的安排 那這些都是我們香港國際機場 一個非常之強而有力的優勢來的 那至於入境停車場呢 事實上我剛才都提到了 在我們明日大嶼這個遠景裏面呢 是有邀請到這個香港國際 香港機場管理局呢 是進行一個研究和提交一個建議 就著這個人工島上那個上概發展呢 是提交一些建議書 那我理解呢 這個是入境停車場呢 都是其中一個要研究的一個項目來的 那稍後如果我們有進一步的消息 或者這個機場管理局有進一步的建議呢 我相信都會適時向大家發放 那主於說是新聞處邀請我們傳媒朋友來參觀 和這個是記者招待會 你們可能會覺得 嗯 香港澳門甚至內地那個溝通是怎麼樣呢 事實上呢 我們和內地以至澳門三方呢 都是保持緊密溝通的 主要是為什麼是需要緊密溝通 我們希望呢 新聞或者是消息的發放呢 都是大家有一個聯絡統籌 所以呢 在今天的下午呢 澳門方呢 也都是會通知澳門的傳媒朋友和市民 也都會呢 是舉辦這個是記者招待會的 那所以大家那個是溝通 聯繫以至呢 是消息發放呢 都是一致的 多謝 好 下一條問題 那一邊最 後來黑色的三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之前你有提過澳門那邊有一個 泊車轉 不好意思 你是哪一個 澳門電視記者 想問一下澳門方面有一個 轉乘的計劃呢 泊車方面 那其實香港方面 有沒有一個同樣的計劃 香港方面有多少車位 價錢 或者標籤 標籤這些方面 有沒有什麼詳細的情況 還有是不是兩地的跨境貨車 現在澳門的貨車 都是不可以進入香港住呢 多謝澳門新聞界的朋友 遠道而來 在這個停車場的安排 香港口岸區 只是有出境的停車場 出境面的停車場 剛才我們運輸署的同事都說了 我們是有673個車位 提供給出境的香港市民 停泊這個車輛 至於澳門方 香港有一個3700個車位 未入境 但是屬於入境方的停車場 剛才你女士也說得很詳細 日後香港會不會有 入香港警方的停車場呢 我剛才也提到 就是我們在今天 已經邀請了機場管理局 就著這個人工島上外發展 提交一個研究和建議的 在這個入境停車場方面呢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一個議案 如果日後這個入境的停車場 是建成了之後呢 我們當然會向澳門的朋友 或者是這個主要的朋友 或者內地的朋友 公佈有關的細節 主要是貨運方面 主要就是因為 雙方的安排 仍然是進行探討 是否讓這些貨運 或者物流的車輛 直接進入市區呢 這個因為 澳門和香港 在道路交通網絡的承載上面呢 都各有不同的考慮 所以變成了 我們正然呢 是和澳門方 進行一個很仔細的溝通 最後我相信 應該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 多謝 好 我們下一題問題 這邊第二行 藍色衣服 大公報陳倉 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就是主橋那個 就是100億超資那裡 其實香港是否確定都要 要出20多億呢 即是何時會上 立法會申請撥款呢 另外第二條就是 在救援方面 其實 香港的界線 就在12公里外 香港的救護車 是否都會在 二哥做救援的界線呢 如果是過了那條界線 之後發生的 一些交通意外 就算可能比較近香港 香港是否都會 可能參與救援 第三個就是 關於那個南面連接路 要到明年才 全部開通 其實會不會在機場島 造成了一個 瓶頸位呢 那 那 擔不擔心 可能說 預機場 進去的時間 都要呼籲市民 要預鬆一點時間 謝謝 多謝 多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就住主橋那個建造費用呢 它那個預算是上調了的 這位朋友很清楚 那香港方呢 其實有一個分擔的數目呢 大概是20億的人民幣 我們早前也是有交代過 我們也稍後有需要 回去立法會申請撥款的 至於救援那裏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都是以人為本的 所有的救援工作都已是救援優先 稍後我請我們執法團隊 可以補充一下 我或者講講南面連接路那方面 南面連接路呢 其實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向市區方向 這個向市區方向的連接路段 基本上已經完成的 所以我剛才也提到 在市區去香港口岸 或者由香港口岸去市區 基本上一般的車輛 可以取得南面連接路向市區方向的 但是這個專線的巴士 因為它有一個固定的路線 在初期它會經過機場回船署 然後再去香港口岸 稍後我們也視乎 那個情況 是將巴士的線路做一個調動 讓一些直接去香港口岸的巴士 是無需經過機場島的回船署 我們也正如我們運輸署的同事剛才所講 李女士她說 我們也會緊密監察交通的情況 也會調配一些應變的措施 和警方也會緊密合作 就著這個交通方面 我們會盡力去保持這個 這個第三公路段 以致和香港口岸的連接路 保持暢通的 至於救援的實際情況 剛才這位朋友說 整體安排 我請保安局副秘書長做一個回應 是 剛才這位記者朋友問過 救援的界線 是不是以香港的界線 作為一個分界 答案是的 三方救援的分工 都是按照自己的界線 但是我們香港和珠海和澳門 也有一個協議 就是遇上有大型的意外 有緊急大型的事故 有人命的傷亡 其中一方是可以提出要求 要求另一方 在救援的力量上提供援助 這方面是有這個安排 謝謝 我發了一條問題 第二行這位女士 你好 無線的 想問一下 剛才也有說過 會研究 香港這邊 會不會有一個停車場 給入來的車去拍 但是會不會覺得 其實有些不公平 我們去澳門 就有得拍 我們帶動了他們的經濟 會不會變相 我們香港根本就沒有得益 人家的車來到 又沒有得拍 第二就是想問一下 那個開通儀式 領導人會不會出席 如果會的話 會不會來到香港呢 麻煩 多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至於去澳門 我們有停車場可以拍 當然對香港的市民 是有個好處的 因為有個選擇 來到香港沒有一個入境方的停車場 澳門的朋友就暫時沒有這個選擇 但是來說 因為我們那個穿梭巴士的配套 都非常大規模的 正如昨天有些營辦商 也都出來宣佈了 基本上每天有幾百班的穿梭巴士 是由不同的地方來香港口岸 以至由香港口岸去到澳門 或者珠海口岸 我相信公共交通的供應是充裕的 香港市民有足夠的選擇 而內地以至澳門方的朋友也有充分的選擇 至於這個大橋的開通儀式是誰做主理嘉賓 我們到今天仍然不知道 因為那個開通儀式的舉辦方是內地的 所以有關的消息 需要等待內地方的公佈 我們最後兩條問題 那邊那位女士 最後那一條就是這位 這位是綠色衣服的女士 那位女士先 香港01記者鄭秋靈 想問救援行動那一邊 因為見到政府今天罕憲 都說了內地救護車可以來到香港段 但想問多一點 究竟去到什麼程度 當局就會決定 可能需要向內地求助 一起做一些緊急救援 有沒有一些處境的實例可以分享 譬如有些特殊的例子 譬如去到兩頭不到岸這些地方 是否可能兩方都可以做呢 還有如果內地車輛來到香港路段 那是否等於 他們不可以離開香港路段 是否等於我上了內地的救護車 那我都要回到內地的醫院呢 還有想問問 那個救護安排 那個保安紀錄部隊各方面的人手安排方面 會不會說 比其他口岸的人手安排會不會多些 因為是國家基建 還是商約呢 那個整體人手方面是怎樣安排呢 麻煩 多謝你的問題 剛才問到呢 就是特別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可能啟動我剛才所說的一種 跨境救援的安排 那那個是講一種特殊 也都是有嚴重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呢 或者可能會有其他意外 有嚴重意外的情況 那當然最後是否啟動這個安排 是一個救援人員的專業判斷來的 我想要看實際上那個意外的規模 以及其中一方的救援力量 他們怎樣評估他們的救援的情況 而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去作出一個判斷的 那剛才說到就是說 想救護車的情況 那救護車基本上都是 如果跟回一般的情況 都是按回屬地原則 就是在一方進行的救援工作 救護車就會將傷者送回那方的醫院 那當然如果是一個跨境救援的場景裏面 那這個也都要看現場的情況 如果涉及到有不同的救護車 一起在操作的時候 要看現場的情況 那最終都是涉及到現場的專業判斷 因為講的 如果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意外 講的有很多人 那個人命可能是有影響的時候 現場要做一個專業判斷 最重要的目的 都是將傷者盡快送到醫院 和讓他們獲得最快和最適切的援助 好 最後一條就是這邊 綠色三個男士 整部記者Anthony 想追問一下 關於警方安裝CCTV那件事 那就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罪案發生了之後 涉案人士是跨了境 離開了境 那警方會不會向內地 提供這些CCTV的片段 或者車主的資料 那樣 另外如果是會有的話 那會不會有 和內地有協議 是說這些片段會保持多久 相關車主的資料會放多久 還有最後都想問一下 其實沿途都見到 有很多八甲龍拍照 那如果是那個車主 是離開了香港境 而是拍攝到的話 其實這些會不會追溯得回呢 好 兩條問題 就著第一個問題 剛才你提及過CCTV 我們那個儲存CCTV的影像 我記錄我們會留三十天的 其實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警方根據保安局的通告 其實是有一些警務合作的安排 因應著個別的情況 我們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之後 而在法律的許可情況之下 我們是有可能將所有 所關的一些影像 交給一些執法部門去作處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你說 你們見到那些CCTV 應該和你說的超速 你剛才說超速那樣東西 就是兩套不同的系統來的 那一般公路上高呢 其實我們是一些偵測車輛速度的一些儀器 那在香港的路段 亦都有同樣的系統 但是和剛才你所說 之前說過的系統 是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在大橋上 尤其是香港的路段 是要遵守香港交通的法例 OK 今天記者會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出席 謝謝 謝謝